大家好,我是查米,今天是2020年9月20号,现在是下午的2点55分 示威的温度是零上21度,天气是晴天 我今天呢,就是去看一个open house的房子,下午3点钟 这道房子呢,就坐落在圣玛格丽特湾的海边 沿着319公路呢,绕着这个海湾呢,走一圈呢 它是一个半岛的形式,到达的海湾走一圈呢 在海边呢,有很多沙滩,也有很多码头,也有省力公园 特别特别漂亮,我们下面就带大家去看看吧 这个呢,就是刚刚下这个10山高速以后,就转路329公路的时候 在这边呢,就是有一个翻船俱乐部 有很多大人小孩都是在这里学翻船的 这边就是圣玛格丽特湾,我左边这边就是圣玛格丽特湾 大家呢,在看风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车子也不能在路上就是缓慢行驶 一定要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停下来去观察 因为这边的车速特别快,70-80公里的时速 这是海边的一个公共的一个沙滩 刚看完房,我去钓钓鱼 已经一个星期没钓鱼了,刚刚来这边看房嘛 所以说去钓鱼,前面有社区的小朋友在这里 小朋友都很友善的 在那边开车是进了这东西,去到50公里的这个时速的这个小路 一定要注意小朋友 来到了哪里,大家看到了吗? 大家看到了吗? 这又是一个沙滩 不放在那里,我们它们没有钓鱼 一 пер 路 陆地的位置一般是最好的方式 前面那个码头就是我天天钓鱼的码头 而这一片海报里面呢 就有海报 像是夏天天天看见的那海报就在这里 今天天天太远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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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有寥山作用的码头 别太漂亮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对 我现在来到码头 大家看一下 我一般情况下就这样 钓鱼的馍家伙就这些 带个尼童带个碗兜 带个鱼包 就这样出发钓鱼 我们现在出发 后面就是码头 因为海边很大的风 而且是逆风 所以说铁片甩不远 只能甩得很近很近 所以说我就换了钓主 就没有去钓马脚鱼 是钓了海边很多的小杂鱼 我一个网友很内心的跟我说 他说这种是小的石胖鱼 但是我也一直就是讲 没有去吃过这一种鱼 今天因为来了一趟 而且时间也是很充足的 就是三点多钟不到快四点 我就开始钓鱼 所以说舍不得离开 换钓主就钓这种小石斑鱼 可能钓了有几十条吧 一眨眼就七点多钟了 你才能就打电话给我讲 怎么我怎么还不回来 这么久 而且海边也确实是 就因为大风也很冷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间 就七点多钟就赶回去了 也没有在海边处理这些小鱼 自己就回家里去处理吧 我跟大家推荐呢 就是说呢 沿到103高速啊 就是往西边去旅游的时候呢 可以再就是讲六号口啊 或者是5A 或者是5A的这个口啊 下去啊 就是沿到这个 像马克力特湾这个 海边的这个 三号公路 或者是329公路 这边去做一个就是 环半岛游 特别特别漂亮 这个路边的这个风景 绝对值得是易游的 而且呢 就是这条路上 唯一注意的呢 就是讲大家看风景的时候呢 不能在车上就是说 不停车啊 环半行驶 因为它这条车的 路比较窄 但是呢 就是讲 速度很快 大家要注意这个 好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